老板 金冠 你刚才走了太急 我都没来得及跟你说 你妹妹和孟总的情侣关系 是合作 是有剧本的 完了吗 今天想到求婚这个桥段呢 求婚 求婚 素敬 今天这个方面 我现在想象了我们什么次 也排练了我们什么次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知道 什么是爱 让我懂得什么叫做珍惜 我爱你 不光因为 你为我做的事 还因为 为了你 我能做什么事 我愿意 还有你 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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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谁能告诉我 是 你们谁能告诉我 苏瑾她到底想干吗 为什么拒绝求婚 为什么好好的华尔兹不跳 非要跳那些什么 乱七八糟的东西 更诡异的是 她还偷听我跟老王讲电话 还帮那个我之前看过的 一篇论文的作者说话 快 孟小白 没什么要说的吗 你以前从来没有在我面前 主动提过苏瑾的名字 对 不重要 现在是你的睡眠时间 你却在这儿跟我说苏瑾 哥 你要不我先去休息休息 别生气了 休息 你告诉我 怎么休息 妈那边 你去交代 有点意思啊 事情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们两个呢 一个保证现场 一个安排脚本 却没有一个人知道 苏瑾今天卫生会拒绝 我就一个写定来脚本的 我哪知道啊 我为了保证不出岔子 这剧本我只删到一句 你也死了 高凌哥 你可以坐这儿 对啊 方姐那边呢 也道歉了 说苏瑾可能今天是心情不好 让她明天来公司亲自道歉 哥 你不会对苏瑾感兴趣了吧 你别跟我胡说八道 我会对她感兴趣 你明天让她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来 包给我来 不就说了句弄吗 比三百万 那的确是咱们违约在先啊 这是景清家 对啊 未来三个月就是你的家了 景清的工作量还挺大的吧 是 是有点长付贺 从入行开始啊 她很少休息 怪不得她压力大 好 黄姐 你今天跟陆修轮 合作还剩多少时间 还剩一个月 要不咱们再坚持坚持啊 那经济约呢 还剩五 五年 你不接吗 不用看我都知道 都是客户发来的 那肯定都是听到你拒绝求婚的消息 唉 苏姐啊 这个合约没了呀 很多东西它就 它就不一样了 景清从入行开始啊 演技就一直在线 但咱们这个圈子 有好演技和好形象的艺人 从来都不缺的 小景能走到今天啊 真的不容易 但说不定哪天就被淘汰了 所以才更要小心守住现在的一切 我知道她压力大 我也知道咱们公司为了赚钱 让小景工作超负荷 可这样 我们就更需要跟牧总合作呀 赚了钱才能跟公司解约啊 是不是啊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那合作的事咱明天 我再想想 那你好好休息啊 今天辛苦了 你便 usu了 我必须的那些 那我要出现在电视上 这样姐姐不管去哪里捡流星 每天一开电视就能看到我 我就可以唱歌给你加油了 小景一直很努力 这些都是她的见证 苏姐 我知道找你鼎听妹妹 是件很自私的行为 你如果觉得太为难 我也不强求 我不会让你的现在 轻易失去的 喂 苏姐 喂 方姐 我不解约了 还有 我有惊喜要给你 老板 你已经在车上开了五个会了 确定今天一整天都不上去 昨天现场那么多 该看到的都看到 我不要面子 你看我现在这个迷人多不多 现在应该还好吧 老板 如果现在苏锦来跟你道歉 你会原谅她吗 道歉是必须的 是原不原谅的 除非她跪下来求我 原谅我昨天的失误 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我们结婚吧 我们结婚吧 孟总 现在很冷啊 想想给你一个比较为你 我先把这个话给你 那么 废话我已经分了 我 昨天的事还没成为你算账 别生气 他们都在看着呢 答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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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琪琪 你努力这样去的时候 姐姐一定会替你收拾 沐总 我记得我让你今天来 是为了昨天拒绝求婚 道歉并说明理由的 今天的求婚到底什么情况 昨天我就说过 我最讨厌的 就是别人违反我制定好的意见 你换了发型 没给我报备 熟练的华尔兹不跳 非要跳什么线带 你是热舞 还有 你不减黑了 我胖了 你的手还 发型那是方向款选需要 我来得及跟你说 要热舞那是因为 现场的气氛不够热烈 那我作为艺人职业的 本能想让红头起来 手上有紧 又胖又黑 不好意思 没有人规定 艺人休假的时候 只能宅在家里 不能走户外运动 我平时就是喜欢 去拍人登山 这有问题吗 还有 我觉得我现在的身材和肤色 非常地美 但是 是 你这些变化 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的生活 所以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证明你在未来 会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合作伙伴 要不然的话 我们可以谈谈提前结束合作 和赔偿损失的事 对任意识说 忘了是假方 我可以解释 我的性格变化是因为 是因为 是因为我不想再走青春小白花的路线了 对 没错 其实呢 你也看到了我的处见 我已经入行三年了 那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我的团队 都希望苏锦他有一些性格上面的改变 所以这次不管是拒绝求婚还是反求婚 都是我能够引爆热点 顺利转型的事件 就是这样 转 转型啊 转型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 因为我认为这样子才能有最佳的效果 而事实证明我的做法是对的 我这次不仅成功突破了我的人设 而且在这一次反求婚所带来的传播效应 让官公司的股价在一个小时之内逆势上涨 突破了今年最高位 并有望继续上扬 怎么样 孟总 那这样的结果 你们不满意吗 看到传闻了吗 所有东西呢 都有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规律 一旦这样的规律被打破 就很有可能会发生灾难 总裁说话这么浮夸 还剩一个月的时间 我希望在此期间 不要再有任何事情 影响我所制定好的一切 如果听懂了你可以走了 你的意思是 不提前解决了 这事就这样了 好 那我怎么签完 我走了 你确定这些甜蜜怎么了 大家好 我是苏锦 当红杂字机直播间送过来的 对了 忘了告诉你 他们的总部就在咱们二十楼 苏锦今天直播也在那儿 没兴趣 你快下班了 好嘞 苏锦 我要你去看看想满的情况 怎么 你现在已经有结果 可以汇报了是吗 告辞 本来要发给小满的 错评了 幼稚 天哪 我们刚刚第一波发放的代购券 已经被全部抢空了 这就是直播 尴尬吗 小婷 看这边 前面这台机器 我得挣钱啊 嗯 大家好 我们本来不仅邀请了小婷 还邀请她男朋友和她一起来 但是呢 很遗憾 最后沐先生没能够来到现场 您来方便透露一下 是因为什么吗 她太忙了 很抱歉啊 让大家失望了 我下一次 下一次一定带她过来 收到 收到 这个主播问了 跟我们台板上对的都不一样 大家知道 前段时间小婷因为求婚的事情 上了热搜 我们都很好奇小婷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 好像小婷很着急 为什么是我求婚 首先我觉得 能提出这个问题 就已经说明你给自己的想法设置了一个框架 凭什么求婚的就一定要是男方的 我们不应该给男女换上主动或者被动这样一个表情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探索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感情模式 这两个人在一起舒服就行了呀 毕竟在这个时代 能够遇到一个想让你去求婚的理想对象已经很不容易 行吗 害羞 害羞总裁弟弟 不是 我这个时候发弹幕 会不会显得我太有诚 我们小婷说得特别好 苏姐 你的转型是非要建立在我形象奔盘的基础上 不行 我要让人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男性魅力 我怎么能说 和小婷聊这么多 下面要进入我们今天真正的主题了 小婷作为我们今天的新品试吃官 要为我们试吃新品炸鸡 麻烦助理把那个炸鸡上一下 好 看他家庭很开心啊 等会儿玩你能不能玩 那好当然 这是我今天最期待的一个环节 你一秒就等不及了 好 好 怎么了 我哥他为什么会去缩紧的直播间啊 我过来快 快快快 过来看 你怎么没呢 完全可以放心把这儿交给我去营业 你可以吗 当然 不是 我刚前几部炸鸡全部有空 你不可以 什么意思 家人们 你们有眼福了 我和你们一样激动 来 沐总 咱俩给我们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好 大家好 我是沐秀伦 苏锦小姐的未婚夫 等一下 有点气泡 喝多了 真能说腻嘴的狗粮 这也太幸福了 咱们的炸鸡啊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还请两位试吃下我们的新品 然后也给我们的宝宝们做出一个评价 好 来 我帮你 听说和欣雅的人一起吃炸鸡 会更幸福哦 来 我来啦 女艺人能这么吃炸鸡吗 看我小姐吃多香 慢点 趁足上 要死 这么油腻的吗 哥 我人没了 我好像 又从生命份 解锁了其他新的属性 我也没了 我捧了三年的国民小白花 既然是艺人 请注意一下身材管理好吗 这支部我看不下去了 苏锦最近变胖太多了吧 怎么一点自觉都没有啊 胖成这样 支部还吃那么多啊 我呢 最近确实有点心宽体盘 但是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活在 别人给你们设置的标签里面 也永远不要活在别人的审美里 大家想吃就是吃开心就重要 牧总 你同意小姐的看法吗 当然了 小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毕竟健健康康才最重要 对吧 又来了 对啊 难有力一定包胖 大家呢 也千万不要害怕吃炸鸡会变胖 适当的脂肪摄取 对人的生气来说是必要的 就比如说炸鸡 它不仅不会发胖 而且它可以加快代谢燃烧体脂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吃不胖的小技巧 就比如说我们吃炸鸡的时候 放在嘴巴里面 嗯 咀嚼三十下然后再下眼 其实刚刚大家肯定都没有发现 我偷偷咀嚼了好多下才咽下去的吧 来亲爱的 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 喂 好 人家给你拿 咀嚼三十下哦 好 别恶心谁不会 算你和 宝宝们也可以试一下 不是 这大门还没处理好吗 我们再尽快地增加关键词句屏蔽 但是说实话 这网友评论自有啊 哎 这是怎么了 杂技不就用卖工了 还预定了明年一年的量 已圆满完成任务 天哪 宝宝们不敢相信啊 我们刚刚有个匿名用户 已经把我们的炸鸡全部抢空了 这位粉丝宝宝说 他非常喜欢小景 他是小景的粉丝 也非常支持你哦 他说小景直播辛苦了 那我们大家一起感谢小景 谢谢这位粉丝啊 那因为我们炸鸡提前卖空了 那我们这次直播也得提前结束了 那我们这次直播也得提前结束了 是不是还没吃够 那我们小景再给大家说两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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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谢谢这位朋友啊 不过呢我还是得说一句 理智消费不许浪费粮食 下一次不许这么做了啊 嗯 嗯 感谢沐总百忙之中抽空赶过来 这次直播数据啊 一定会非常漂亮 二生一个月的时间 怎么管理我苏景 希望你自己先留说 是是是是是是是 方哥方哥 小苏景不见了 我到处都找过了 是是是带着炸鸡不见的吗 你赶紧去找他呀 一块炸鸡胖三斤呀 快快快快去快去 这还不宜 搬回一局 一块炸鸡 小苏姐 苏姐 住屋子 你到底在哪儿啊 这是个炸鸡都不消停 走